廉宇對香港的威脅舒緩 天文台下午6時05分 改發1號戒備訊號 廉宇下午已減弱成為一股颱風 下午6時 廉宇集結在本港以東440公里 月寮向北移動時足大約12公里 逐漸靠近福建南部沿岸 廉宇不由近香港 又逐步減弱 天氣未算太差 只是天陰陰 風勢大一些 氣溫亦轉良 其實廉宇由昨晚開始 一度採取了偏東方向移動 加上移動緩慢 與香港一直維持在超過400公里的距離 在過去幾個小時 廉宇的風勢減弱 由強颱風轉為颱風 中心風力減到每個小時145公里 天文台預計本港風勢也會跟隨轉弱 在過去幾個小時 廉宇是穩定地向北移 逐漸靠近福建南部的沿岸 由於臉宇的強度減弱 而本港的風力也有下降的趨勢 天文台會密切監察著本地風勢的變化 本港在午夜前水位可能會比正常高半米 而部分低溫的地區可能會出現輕微的水浸 天文台預測除了受廉宇影響之外 下個星期初會有東北季後風抵達華南沿岸 到時會有狂風遮雨天氣也會轉良 到下個星期中氣溫可能會跌到20度以下 下個星期七五十月 下個星期就要去拜日 下個星期就麻煩了 下個星期就要去通告